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道种就是你念念之间 不断地在心中不断地养育滋生的 就是道种 于是道种志发起时 你再也看的就不是那种 原生会及实际恋迹的种种 世相的种种表彰 不是如是世相处 它站在如是道种 道种成熟时 道种真的能在心中 以及萌芽处再看之时 就是能够入一切当前 一切之中就含道种 道种之中它能达一切 就叫一切种志 就是一切种志 所以反过来说 你要讲种志 一定去一切种志 所以它不能够别说道种志 因为道种志没有离开过一切志 你不发如是一切志的发心 你也不知道在哪里张扬道种 所以你明白如是道种处 能明白如是道种处 就是能激发你将来照料 这一心的一切种志处 各个是大方广 佛华言体中的行者 所以最初它就是什么 就是直指如是根本决心 叫佛华言体 在佛华言体中 你要明白这个觉体之中的一切种志 你才能够方便为你下手 方便说一切志道种志 你才能够为你自己去 不断地为自己去印证 现在现前在一切之中 你如何起行 如何担当 在一切担当处理 如何照料 群中明彻 你念念之间心中的掌扬道种 那修的是什么 下手的是一切志 愿心志向发的志向就是一个 世心的事 大事的事 世心志向所发的就是道种 但是你将来无聊的是一切种志 当你明白一些种志之时 放眼望去 眼睛见四 耳朵闻身 哪个不是滋养你照见 本来面目的根本圣种 圣性种子 在一切六根六成仙前出 过去指的成像 根层处就是流转的种种 磨世理磨渊 将来就在你过去 让你流转的磨炎当前 任你止处 哪个不是让你回头 能够张扬的 甚还甚重的当前 心性能够如此时 这叫做种志 普遥门了 什么叫普遥门 门者出入 就行者你就念你之间 就在这上面出入了 你就心中无疑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